詞曲 李宗盛 昨天跟各位談到 作為一個行者啊 他應當如何如何 不應該如何如何 不應該如何如何啊 那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 都有你個人的目標 想要去完成 那我們也都跟各位講啊 這些紅塵中的事 你想要完成的都是紅塵中的事 先完成再修行 那就沒有問題啊 紅塵中的事還沒辦完啊 你就聰明了 所以修行永遠沒機會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 理論上是這樣講 事實上就不一定啊 事實上是你自己要設定 我在多久之內要完成 現在各位來講 退休總可以吧 那你總要設定好什麼時候要退休啊 那你說不行啊 如果退休都還沒死啊怎麼修啊 那你就死了以後看怎麼修嘛 你總是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些東西跟你講說 完全是紅塵中的事 就沒辦法 紅塵中的目標啊 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啊 不能觸碰 你問師傅啊 師傅跟你碰到這裡 你就說沒人性 那你還問師傅幹嘛 你問師傅 師傅就叫你說趕快放下 紅塵中的事 問題是你放不下紅塵中的事 所以這一點你必須要認識 那麼應該做的事情前面五項啊 大概我還是按照 你紅塵中的大腦來講 他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即使啊你是敗燦啊 要懺悔這些啊 都要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可是啊這些無量 因伴無量甘露共 這個是第七個 因往無量佛國土 因供養無量諸如來等等這些啊 很顯然不是你的大腦 也是時間你做不到 要往無量佛國土你怎麼辦 不是搭飛機就能到啊 所以這裡頭 我們要跟各位談的第二個問題啊 不是你紅塵中的時間 跟你的意志力能做到的 他一定要透過修法 入定才能完成 而在入定當中啊 有禪定工程跟內觀工程 這裡頭啊 我們通常用這奧芬法是比較好說啦 可是奧芬法你要一再的 這個唯細法也就奧德恩次方啊 不是奧芬法就好 譬如說簡單講 根層就是奧芬法 能鎖是奧芬法 身心是奧芬法 那你如何超越一次方 二次方三次方一直生化 那禪定裡頭啊 這個生化 就跟細胞分裂一樣 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 四四十六就這樣一直分化 這是很厲害的啊 你入禪定以後就有這種功能 所以無量無邊並不難 並不難 所以入禪定以後啊 他要供養無量 國土的佛 或者佛菩薩海會 就都不是問題 因為那已經不是大腦裡面的東西 那是定中境裡面的東西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如何入定 入定的層次等級 要如何去跨越 這就是我們成定工程裡面的主要工作 而你不修行 這是不可能的 絕不可能 而這主要的 能鎖 根層 主客 這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很簡單講 我東方入正定 西方重定初啊 那麼東方入正定西方重定初的時候 是要供養無量無邊佛菩薩 那麼西方入正定東方重定初啊 親近無量諸如來 這一句話跟你講白啦 定中的人啊 他就恍然大悟 你在定外的人 那又怎麼樣 我要遇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都沒遇到 你只會佛入面你才會到啊 阿佛到的時候你去睡覺啊 不知道滾到哪裡去啊 即使阿羅漢都很難 學長大師啊 取經的時候啊 經過一個國家 看到一個人 這明明就在打坐入定啊 可是又像石頭 他就試試看啊 用隱形啦 把他叫醒 你問他 他說 迦瑟佛的比丘 他說你入定那麼久幹嘛 他說不 我要等釋迦牟尼佛來 他說釋迦牟尼佛已經走了 哇 然後趕快再入定 他說你幹嘛入定 我要等彌六佛來 他說你再入定彌六佛又過去了 這個時候啊 如何親近諸如來 如何供養一切佛 這叫內觀啊 所以你沒有內觀只有陳定啊 一進去啊 你常常會錯過 就會錯過 所以等辭工程對我們來講啊 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們華營參觀啊 中國禪宗啊 他就是等辭法門 你不會錯過這些機會的 他可以供糧 無量諸如來 他可以受無量如來教 這是定中境 我們昨天那圖裡頭 為什麼有十六共 定門十六尊 會門十六尊 你以為 兩句話講一講 只要開悟 虛空粉睡了 一了百了 你在講啊 分解幾個快 反正吹牛也不繳睡 對 實修是很重要的 這跟各位講 那你現在要進行的 就是先做 心靈頻率的穩定訓練 心裡不要在那邊卡上卡下的 等一下要這樣等一下要那樣 沒有用啊 就我常跟各位講 你只要跑過三個道場啊 沒用啦 叫你定位專心 哎唷 那個師父怎麼樣 哎唷 還有個師父怎麼樣 他對我不錯 去死好了 你根本不想修行嘛 那個師父對你不錯 是教你修行才叫對你不錯 你一坐下來就泡茶給你吃 吃完就夾菜給你 哦 對你不錯 以前的戲 你知道嗎 你出生就要人家這樣服務 你最好躺在病床上 人家都餵你吃 不是要求那些 是人家教你的法 你要不要修 你肯修他一直教你 這個才叫對你好 你要不想修的話 你就享受世間的榮華富貴就好了 所以講修行啊跟你修養是不同的 絕對不同 所以就要把這個東西認識清楚 不然你經文這樣一直讀下去沒有用 你跟那個蒼蠅一樣 那裡很香一直繞在那個地方 你也吃不到 這個佛法很好啊 都講得很清楚啊 文字你看不懂啦 白澤黑字懂啦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沒說我怎麼知道 我講的你也不知道 你好像聽懂了 做不到 所以修行是要把你懂的給兌現出來 兌現出來 不是懂了 懂了沒用啊 懂了叫開竅 開竅還不見得是開悟 開悟以後的人通常會比較遲鈍 他視性會減弱 智能會增長 這個都是你沒碰過的 這個是我把昨天要講的 後來時間到沒講啊 把這結論先告訴你 後面這六段啊 都是定中展現的 無有邊際的 無隱的境界 好 我們看第八個 應入無量總辭門 應生無量大願門 應修無量慈悲力 你看嘛 這無量慈悲力 我每一點慈悲都受不了 應求無量諸佛法 應起無量思為力 應起無量神通事 應盡無量至光明 我想這裡頭很多啦 那個剛才講這個慈悲力 跟各位講一下 無量大願門 無量慈悲力 這比較簡單的 你大概生活中都會碰到 最近啊在講長照的事情 照顧自己的長輩 有些父母嘛 有些媳婦啊 有些媳婦啊 更辛苦照顧到公婆 這個先生都受不了啊 都逃掉了 這個媳婦留下來啊 照顧她的那個 孤苦伶伶的婆婆 這種媳婦是很偉大 但是你要知道啊 這種長照型的子女啊 其實比被照顧的人更辛苦 老人家躺在那裡 他跟死的是沒兩樣 然後我們叫慈悲 好了慈悲你要照顧她 照顧她的人就被卡死了 這個時候你慈悲嘛 所以說長照無英雄啊 是沒有錯啊 只有到死啊 但是你要知道啊 這樣一個人照顧她的長輩 為什麼常常都 比被照顧的人先死 你這個慈悲都不能貫徹啊 你要貫徹你是不會死的啊 知道啊這個體力是很累的 我跟你講 修行對這個地方有絕對的幫助 你要把那個壓力啊 給釋放出去 我們在照顧父母啊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怕出意外 怕出意外 會不會嗆到 會不會噎到 會不會噎到 然後你說體力累啊 幫她洗澡啊擦身體啊 這個是比較累沒有錯 這是真的 但是心裡的那個壓力 怕她越到 稍微一不小心 喘不過氣來 那你就啊 良知的譴責 不但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五六個兄弟 就只有你一個在顧 那些沒顧的人意見特別多 然後每個月給你個幾千塊 他就可以指揮大軍一樣的指揮你 你在這雙重壓力之下你會受不了 這個時候你那內心的壓力 要如何釋放掉 告訴你基本成功 這基本的功夫 昨天前天你們都學過了 那個調身巴士就很有效了 你不做的話你會受不了 那種心裡的無形的那種陰影跟壓力 你的慈悲力就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所以在這個時候有很多人的心裡就 不如我死啦 我死了就沒事啦 那問題是 假如這個人也變成要被長照的話 那你就完了 那不是家裡的悲劇 是整個社會的悲劇 社會的不慈悲就會說 那一家都死光就沒事了 你想想看隔壁的家人有辦法去幫他處理嘛 所以你就會形成一個社會的冷漠 社會的冷漠 所以家有長照老人的時候 其實是社會的事情 家有植物人 也是社會的事不是家庭的事 看起來是家庭要負責 沒錯 可是家庭在負責下去 那個時間一拉長 就變成社會的事 所以我們的社會功利 現實 沒有辦法發揮真正的慈悲心 就把這個社會事件 變成是家庭事件 家庭事件就變成他的個人業力 所以有兄弟的人大家都推 你要推給女兒 女兒說我嫁出去 哥哥弟弟去負責 哥哥弟弟聰明的趕快溜 那個憨憨的笨笨的就他負責 然後他就要被指揮 被怒罵 然後他承受著這個老人的那個病苦 他最清楚 他能講話嗎 我們這個社會你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一個慈悲心不是你想像的 你滾到那裡面去 你才知道什麼叫慈悲心 你不要看我們 修行人不安於事 到處串門子 我們就看這些眾生 你想幫助他能嗎 你想多講兩句話 師父那你負責 到底你負責 到底你負責 我負責 我們要提一個很 公允的立場 都不可能 因為這已經涉及到 他們自己本身 切身的利益問題 所以不要看慈悲兩個字 絕對不是你想像的那種慈悲 你沒錢我給你 沒飯吃我給你吃 這個叫慈悲嗎 你看看你家裡的老人 你怎麼照顧 孩子過年罰個五千塊回去 爸爸五千塊給你 祝你新年快樂 我今年不回去了 孝順嘛 一個老爸一個過年五千塊就可以打發了 你說他不笑嗎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那個溫情啊 溫心能不能顯現出來 能不能投送到對方 這個才叫慈悲 可以不然不算 形式上說可以 所以孔子說啊 你養狗也在養啊 養狗跟養爸爸有什麼不同 不是買東西給他吃給他錢就好了 那跟養狗一樣 所以孝順啊 所以孝順啊 跟養不同啊 那個溫情 要投送到他身上才叫孝順 那個溫情不到 這個就不算 那不過你要怎麼表達 他不是錢的問題 我們看背影 你看那爸爸 講一講 朱之青要遠情啊 爬過月台 現在月台就不能爬了 大陸那月台啊 一排五十個月台啊 不像台灣那月台兩個而已啊 那五十個月台看你怎麼爬過去 他買他喜歡吃的東西 再爬月台回來 塞給他 這叫附辭啊 不是給他什麼 我們從來沒去探討 他是爸爸給兒子買什麼 但是你看爸爸的那些動作 火車不知道多久才來 趕快 爬過去 買回來給他 這叫遲啊 所以是 這個東西要真的能做到的話 你只有入定區才能夠做得好 不然你從表現上來怎麼看你都弄不好 好這一段我就不再講了 這個 體量相當大 這個都是定中的境界 你才能做得到 從人世中 你只能夠說有相顯現 你記得 要把真心啊 給做到 第九個 因入無量差別心 因失菩薩大境界 因住菩薩大宮殿 因光菩薩聖身法 這個地方啊容易有問題的是 因失菩薩大境界 因住菩薩大宮殿 這個就麻煩了齁 菩薩大宮殿 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地方啊 從第一句話開始 無量差別心 它有很多差別心 這是什麼 這是智慧 它不是差別待遇 差別心是智慧 它看得到這個有不同 我們常聽人家說 我無分別無分別 這好吃不好吃 我沒分別都好吃都好吃 這叫愚痴啊 人家問你好吃不好吃 只是問你好吃不好吃 送東西來啊 是不是這好吃嘛 好吃好吃好吃 那就是啊 因為上芭樂玩 我們芭樂好吃 芭樂就都死了 整桌上全芭樂 你問tomato好吃 我說好吃好吃 那就是啊 tomato中逗 通通割過來了 然後話再轉出去 你看就開始變了 師傅喜歡吃tomato 因為你送的紅的綠的 我清楚啊 你這樣問禮貌上 我也禮貌上跟你說 好吃啊 喜歡嗎 喜歡嗎 啊就到這裡就為止了 不是啊 你後面就延伸出來 那叫差別待遇 那叫差別待遇 師傅喜歡吃這個 師傅喜歡吃這個 師傅喜歡的是當下的這個 因為你以歡喜心供養 師傅喜歡的是歡喜心 不是那個東西 你知道嗎 有個 這一萬給你啊 我幹嘛 你現在是國際大和尚 我說哦 那你不高興不然 就不要供養 一萬不夠是嗎 再一萬 我說你要賭的話 不要賭我身上 去賭別人好不好 為什麼不接受 因為你不是歡喜心嘛 那當時莫名其妙啊 你 你有情供養 也不要那種態度嘛 後來說 是我出國的時候 沒有帶他出國 那就氣我一輩子啊 為什麼我帶別人去 沒帶他去 我們想說人多就費用多 你就少花錢嘛 你想去那就把那個人 換下來就好了嘛 你們去談就好了 不是 擦別心你要知道啊 境界有不同 相有不同 你不要什麼都弄到一起 體無擦別 相有擦別 這個菩薩有這種無量差別心是 他對於一切境界下 都很清楚 不會不清楚 你要留意到 因為他這些境界很廣 差別心看得出來嘛 所以他才有大境界啊 有大境界啊 他的心量就大 心量大就是大公殿啊 那你要住在大公殿裡 那你的心量要夠大 有很多事啊 提一提只是像笑話 你看看這些事也好笑嘛 就講一講 沒有其他用意 你就會 對號入座 又再說我了 那你就 沒心量沒供電嘛 看到師講到 我有這個缺點 好那我就改嘛 知道就好了嘛 我這個地方是短板 那我要想辦法 短板不見得你能改 我可以用人啊 對不對 推薦人啊 由他來替我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就是大公殿嘛 你有那個心量 這個菩薩聖身法也一樣 不是他聖身法 並不是他有什麼神通變化 他人生無障礙 那就對了 你有障礙 你的法就不深嘛 什麼叫做聖身法 人生無障礙啊 有問題一定會有 有困難也會有 有挫折也會有 但你有智慧可以解決啊 那叫做有聖身法嘛 所以我們跟你講 人格性健全獨立很重要 獨立你就會去解決問題 不獨立的人常常會回過頭來問 啊師父這個怎麼樣 就問小孩子啊爸要怎麼做啊媽要怎麼做 他永遠長不大嘛 長得大孩子他自己會看哦發生了這個問題 我去試 爸爸媽媽責任就在旁邊看 做錯了哦受傷了哦 好以後要小心這個會受傷的 這樣就好了 你不是啊 這不能做不能做這個危險 好了他不做 等你沒看到他就去做了 因為孩子有一個好奇心 我記得小孩子剛爬的時候啊 那點蚊香啊 他看到蚊香天黑嘛 晚上睡覺看到蚊香紅紅的 他就一直要爬過去啊 你看到他爬過去又把他抓回來 抓回來以後他眼睛還是瞪著他 又爬過去了 我又把他抓回來 結果他把他翻過來了 他還翻過去又看到了 我說好吧那你去吧 果然看到啪一手抓了 抓了哇我說再抓吧 他就爬回來了 我也再爬過去了 你又知道啊 在你看得到的範圍之內 你必須讓他去嘗試 嘗試以後他就知道那是危險的 看到這個火焰也是一樣 工作上有你抱著他他看到了 你把他放下來他就一直往那邊去爬 你就給他去爬 反正看得到 只要不傷到眼睛啊 皮膚都不要緊 你看 他管手一下去的 嗯 哇 甩不開了 整個蠟都黏在手上了 好啦 下次你就抱他去看他能不能 他馬上轉頭了 那是什麼 那個叫火 火會痛 他會知道了 從此以後對於危險的事啊 他就很清楚了 他就很清楚了 你要知道 他有這種經驗他自己會主動的去回避風險 主動 你都不給他你不知道他想要主動也動不起來 因為你一直給他壓力 危險危險危險 好啦他現在想要動 問一下 因為有危險你負責 就變這樣囉 所以小孩子開始騎三輪車的時候就要到 帶到斜坡上去讓他滾地板 去摔個幾次啊我看再快一點 快會痛 快會跌倒 你長大了也有開車比我穩 因為他知道快也是危險的 這主動性是你父母親要訓練他的 你不要太疼他太保護他 什麼都怕危險那他永遠找不到 在你已知的範圍內 要讓他去接觸任何的危險 在你的監督之下 交朋友也是一樣 哪個好朋友壞朋友他怎麼知道 你說他壞朋友他給我糖吃是壞朋友 對不對 你說的好朋友都不給我糖吃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要怎麼協助他陪伴他 讓他去發現這個就叫壞朋友 這個就叫好朋友 那你說你也看不懂 那就知道去死了還有什麼辦法 人生的經驗啊 可以傳承 不可以複製 但可以傳承 但你必須要有傳承 這個就是家教 就家教 所以家教不經過三代啊 不能成立啊 一定要有 那妳要不要從現在開始 妳想想看 過去我們沒有家教的傳承 而後妳要不要有家教的傳承 這是無量功德啊 所以家教家風家道家訓的傳承啊 是妳行菩薩道的一個下手處 他不是為妳是為妳的後代 但至少不是為了妳自己 妳自己已經過了 到現在啊已經在選棺材啦 對不對 看墓地啦 有什麼好為自己的 對不對 就後代子孫嘛 把家道家風家訓家教給建立起來 這是菩薩道的起步 因為妳在進行這個時候 妳可以看到一切眾生 都需要 不只是我的子孫 那妳這心量就打開啦 不然妳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妳說現在妳要發廣大願 要度無量無邊眾生 要嘴摸黏的啦 嘴皮子跟舌頭在那邊繞來繞去啊 這哪叫慈悲啊 哪叫發大願啊 一個落腳處 從妳自己帶領妳家人 把這個事情給做好 那才有可能 菩薩道不是不可知的 絕對可以的 尤其在我們華語經理 都從這個地方講起 一二三四妳都懂的 講到不可知不可知 十億十億叫落差 從落差開始到不可說不可說 一共有一百二十四個平方 落差平方落差落差 叫阿森奇 阿森奇 叫阿森奇 叫阿一多阿一多 阿一多 就是這樣子 一共一百二十四個 那就不可說不可說啦 可是不可說不可說 還是從一二三四來啊 怎麼不可說 是妳數不盡而已啊 所以想菩薩行一定從已知到未知 那個 從數字上來講落差落差以後啊 就是入定以後啦 當然不可思不可意以後啊 就進入內觀啦 就是Samadhi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懂得修行的一個過程 我跟妳講經不是講笑話 每一堂課跟妳講經都是責任跟使命 妳不要以為說來這裡師傅講啊 都沒有笑話 聽妳講經一點都不好笑 聽妳講經啊那多好啊 對不對 笑到人養馬翻 跟妳講沒有用啊 妳要知道妳要怎麼行菩薩道 菩薩行 好這是 第九個部分 裡面當然也相當多啦 第十個 他講 因之不失意如來功德 就是 如是 不失意如來讚嘆 不失意如來名稱 不失意涅槃名稱 不失意種種釋法 不失意除媚釋法 不失意妙行 不失意語言 不失意雜 煩惱行 這個地方啊 這些詞彩啊 你會看到啊 它全部顯現 而且是交互來講的 你說 前面三個 如來功德 如來讚嘆 如來名稱 那念盤名稱 還好說 那麼這一講 種種釋法 除媚釋法 妙行好說 語言 雜煩惱行 滅煩惱行 滅煩惱行 這些東西 你 滅煩惱行 才有的特色啊 它是法界跟紅塵 並行的 你要知道 我們紅塵也在法界中 紅塵沒有離開法界哦 當你認為我入法界 法界就沒有紅塵了 這是斷界 這是斷界 你也不要輕易的講 紅塵就是法界 這是常見 這兩個邪見都不對啊 所以我們 在跟各位講 那一心法界的時候啊 四個同心圓畫在一起 紅塵叫世間法界 然後再來是淨塗法界 淨塗法界 淨塗法界包括著世間法界 然後是元旗法界 元旗法界包括淨塗法界跟世間法界 然後是性旗法界 就我們一般講的一針法界 它是包括了元旗法界 淨塗法界跟世間法界 是整個都在啊 無有義法出持法界啊 紅塵這一法怎麼在法界外呢 對不對 不可能啊 所以你理論上知道你的印象 那個意識形態啊 你就會把它認為說 法界是多殊勝多了不起 多清純啊 因為什麼清純不清純啊 它只是存在而已啊 這個存在當中沒有意識覺者 沒有價值判斷 所以我們在講佛教概論 第一個就是講Karma Karma是業 業是你的行為 它只是講行為而已 這個行為 你不要講對錯好壞 因為它只是行為嘛 吃飯就是吃飯 這麻煩啊 吃飯就是要怎麼吃 這個價值判斷啊 要吃素才有功德 吃肉就有罪業 吃肉有罪 吃素有功德 這不是Karma 這叫Gini啊 第二階段 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 這個現象 這個存在 是好或不好 這是結論 探討結論的狀況 叫Gini啊 Gini啊 用我們 中國話來講叫邏輯啊 其實要講的話 就是道德觀 道德觀 它是一種價值判斷 所以Gini我會講說 這個業 是好的或不好的 善的 餓的 它有這種分別 它就告訴你 老虎吃肉 雖然是吃飯 但是它有業 它有不良的後果 大象 吃草 啃甘蔗 它也是業 這個業呢 有好的後果 沒有不良的後果 這是Gini開始探討的 探討以後啊 人為萬物之靈啊 就告訴我們 它有好的 有不好的 我們應該 要做好的 不要做不好的 那麼好的 這種培訓 它叫Bhakti Bhakti 我們現在叫做奉愛瑜伽 其實不是啦 它就是 行為中善業行為的培訓 那各位現在做功課 做的這些功課啊 不管什麼 觀音法 地章法 準題法 都一樣 它都是善業的培訓 因為在講善業培訓的時候 它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相對善 一個是絕對善 那我們在跟你講 初階Bhakti 就是初階的善業培訓啊 是指相對善 相對善的意思就是 我們世間的道德律 法律 功序良俗 這是相對善的 最近 大陸出了一個 法律 它准許生第二胎 所以大陸人都生一胎 都獨生子 獨生女 要想有第二個 法律不准 所以現在到世界各地去看到 大陸人啊 他們都生一個 那我們就生兩個 對不對 一個兩個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說一家口四個 一定台灣人 咱們一家口三個 大陸人 為什麼這樣 這就是道德律法律嘛 它已經 造成那個狀況了 他說這個是我弟弟 我說你 你怎麼有弟弟 他們也都會覺得很奇怪 二十萬 為什麼生老二的話要繳二十萬 罰款 不然還不能報戶口 現在講開放了 開放了就是講不用繳二十萬 可是他社會習慣養成以後啊 要生第二個他們也不習慣 所以相對的 是會隨著時空文化 發生變化 印度人吃飯就用手抓很正常 所以呢 他們是 左手插屁股 右手抓飯吃 所以他們不能用 左手抓飯吃 你慢慢的去了解這些 凡是因為人群 文化 時空問題會改變的 通通是相對善 那我們統稱為道德律 或者公序良俗 絕對善啊 它是指真理 那佛法在指導你的是要你做絕對善的問題 可是我們在學佛的過程裡 通通是學相對善 因為修行是唯一的絕對善 你要留意啊 所以我跟你講 學佛跟修行是不同的 學佛是要開悟 修行是要解脫 我這一講啊 就很多人普普條 我們學佛就是要解脫 好吧 那你就去解脫吧 這沒有辦法 不是我同意你 因為你的意識形態 你從來沒有去留意到 學佛跟修行有什麼不同的 開悟跟解脫有什麼不同 當你的意識形態 認為是一樣的時候 那我就沒話說了 我跟你就會吵架嘛 你將來認 認知到了 原來這個有不同的時候 要怎麼進行 那我們再談 所以當你 不覺悟到這個差別的存在 我跟你講沒用 那個小孩子啊 我們叫青梅竹嘛 小時候玩在一起啊 那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到了十七八歲 還這樣玩在一起啊 那你就要講話了 對不對 你應該知道男女有悲 可是小時候你跟他講男女有悲 那就沒朋友了 對不對 七八歲 十歲以前我們大概 男女玩在一起怎麼樣我們都不管 晚上睡覺怎麼樣都沒關係 跟你十七八歲還兩個睡在一起 是不是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這是隨著環境裡的教育會有不同的 所以這是什麼 相對善 相對善 到絕對善的時候他就超越這些了 所以佛經裡頭講白夜黑夜 白的夜跟黑的夜是講絕對的 不是講相對的 相對的通常是大家認可就好 所以戒律通常是相對的 所以你所講的戒啊 是指 破落體目差 別別解脫戒 那你要講到戒 絕對的戒 那就法身會命戒 色律儀戒 這個叫做活命境戒 為了生命活下去 因為沒有身體你不能修 所以為了生命活下去要有的戒 這是根本戒 再來就依止法身戒 依止喪失啊 還有發菩提心戒 這個都是絕對的 這個沒有開則 這個開熱就不實際了 就不在這範圍裡 而別別解脫戒有開有遮 它可以開的 所以因為環境的變化 偶爾需要這樣做調整 這個叫開 雖然沒有規定 那也不能做 這個叫遮 所以戒律它有這些狀況 相對於我們講的 相對善 的規範 或者絕對善的規範 所以我們在 做修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這些認知 幾個問題要弄清楚 學佛跟修行不一樣 达瑪跟慕許不同 身體跟生命不一樣 要搞清楚 身體跟生命是一還是二的問題 是你要自己去摸索跟探討 這個不會給你真正的答案 像這一切啊 他講了很多 最後一句話 如是一切 惜應修學 你該學的是很多 而這些東西真的 你只有入定以後才有辦法 在定中境裡 昨天那個圖啊 那個習生裡面啊 就是在訓練我們自己 定中境 你在定中境裡頭 才有辦法 去做這個 定門 定門十六尊的刑法 跟繪門十六尊的刑法 就是禪定工程跟 這個內光工程 同時要進行的 你不要入定啊 以為就坐在那裡就好啊 那沒有用啊 為什麼叫枯木禪 因為這兩個工程 同時要進行 我們叫等詞嘛 等詞工程嘛 定會等詞嘛 所以叫內外雙回向嘛 因為從密教的情形 叫向內 內視共跟外視共嘛 那從你的密教行法當中 我們再講這個內視共怎麼修 外視共怎麼修 這個是 講前面 我們應該要如何 你要有這種心量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習生跟那個定中境要養成啊 心量不夠大的很不好養成 你進到那裡面去啊 為什麼沒有辦法前進 為什麼自己的那個修行功夫啊 都沒有進步 那是你心量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把它鎖在一個小地方 你就沒辦法了 好 後面這一段是結論 我們看一下 善男子 許要言之 應普修 開始啊 用這個普字啊 把前面的全部啊 統一起來 普修一切菩薩行 療法平等故 應普化一切眾生界 善巧調伏故 應普入一切無邊覺 願力廣大故 應普生一切諸有趣 視現受生故 應普知一切三四智 誰順覺悟故 應普行一切諸佛法 就盡體同故 應普盡一切諸佛策 平等莊嚴故 應普滿一切菩薩願 圓滿一體故 應普共一切諸如來 善願獻善前故 應普通一切諸佛願 一性平等故 應普世一切善之事 自求種種諸菩薩行 為令筆心生歡喜故 這一段啊 舉了十個你該做的 也把十個理由都講出來了 那麼有很多人想要寫佛教的文章啊 我跟各位講這一段啊 十個東西就很好寫 寫的文章 因為他每一段 譬如說 普世一切善之事 自求種種諸菩薩行 為什麼 為令筆心生歡喜故 有一個為什麼 換句話說啊 這一句話當中 有事有理 應普滿一切菩薩願 這是一個 這是事 那麼 這個圓滿一體故 這個是理 提是一嘛 應普通一切菩薩願 這是事 然後呢 一性平等故 這是理 所以他理事啊 都有 那你要寫文章啊 從義學來講文章啊 這就是你要做的文章啊 他有十個標題啊 十個重點啊 每一個標題就理事 理事一致的 是理一跟四是一的 那麼他先把理一跟四分二來講 然後你的理論就是要把它連在一起 結論已經有了上面就是你鋪開的問題啊 這是最好的文章寫作方式啊 所以要寫花音論文是非常好寫的 他已經把整個標題都跟你弄好了 在這個部分啊 都講到一個行者他應該具備的條件 因為這裡啊 是五十餐 他已經講到啊 你的禪定功夫啊 到很成熟的時候了 很成熟的時候 那我們在看這種經文啊 其實都是寶貝 修行啊 的最佳指導都在這裡 我們就前面都沒有 你基礎沒有 這裡你就進不來了 就進不來 雖然我現在是這樣講 也不是說你懂了就好 懂了沒用啊 你也用不上來啊 用不上來 所以你一定要入定 入定是我們成熟的第一個工作 你一定要想辦法進 你沒辦法進 下面就沒辦法講 你想要做什麼事啊 都會有問題 我想要好好的做一下 去買一件好衣服來看 在現場啊 我當主角要上去 結果上去就變主角啊 對 對不對 因為你不具備條件嘛 去買一件衣服來穿 穿起來像龍袍一樣 那不對啊 你在買的時候 人家當然說好啊 你花錢啊 怎麼不好 結果那衣服穿起來就不對稱 所以你平常應該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到這些 基礎上我有沒有做好 再怎麼修 即使我現在也是一樣 我基礎功夫夠嘛 一定要回到最基礎 寫字你會寫吧 什麼話嘛 讀書讀那麼久 寫字寫那麼多 怎麼不會寫 可是你寫起來 像字嘛 你自己再看看嘛 所以你在寫字 隨時你都要留意啊 你越看越不像字耶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自己必須收射你自己的時候 當有這種感覺 這字我常常在寫什麼 越看越不是啊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 是你心心上的問題 要熟練啊 要熟練 假如你留意一下 當你發現 你寫的字越來越不像字 那你就留意看看 你生活中一定有障礙發生 就要發生了 這個時候你要趕快拜禪 你要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 你假如記憶夠清晰的話 你往前推推看 這輩子發生幾次 重大抉擇 只是要發生的事 到底是好事壞事你不知道 第一個可能是好事為什麼 這字越看越不像結果 不到三個月結婚了 這個婚啊 就真的婚啊 以後啊五六年是非常精彩的人生 不是掀桌子就是摔盤子 要不然就把玻璃打破了 然後隔壁報警察來了 你們兩個是在幹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好事會事 像類似這種情況 看起來你都會 你都在做事實上有問題 所以自己應該做什麼 要從最基礎的來 最基礎的來 一再的要求自己 尤其在修行上 不要以為你的功夫很不錯 那是你認為的 沿羅網再說是不錯 然後進來我就直接把你送到油鍋去 這是我們自己從修行的立場看看自己 嚴格要求自己 你對自己越嚴格啊 沿羅網就拿你越沒辦法 你越放縱自己啊 沿羅網的大門就為你開了 你放心 好吧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往下再講 下一段的部分 有錢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